最常见的应该是 皮肤骚痒的问题 所以要保持他们皮肤的皮毛健康呢 第一点就是要晒太阳 然后第二点就是要多运动 很多时候呢 我们其实要保养皮肤的健康度 是必须要照顾你的消化道 房崎呢 它有补充益气的效果 就是它是会去照顾你的消化道 大早也是可以养血 跟让它去安抚一下 它比较焦躁的这个情绪 去改善它整体皮肤的状况 然后还有降低骚痒的情形 最常见的应该是 皮肤骚痒的问题 那皮肤骚痒的话 有时候你可能也不会看到 毛孩它们身上有很明显的病灶 但是它可能就会常常 东抓抓西抓抓 那第二个最常见的可能就是 异味性皮肤炎 也是不外乎跟骚痒有关 可能就是有一些脱毛掉毛的部分 然后也有时候会有一些红斑 这两个是比较常见的皮肤问题 秋冬的部分 其实又可以把它简单化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风噪的问题 只要跟骚痒有关的症状 我们在中医来看这件事情 都是风症 风噪最后造成的问题就是 皮肤健康度下降 那第二个呢 在冬天入冬以后呢 天气开始会比较寒冷 那这一种时候呢 风噪的问题会慢慢转为风寒的问题 它可能就会影响到消化跟吸收的部分 这时候呢 你其实皮肤也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 我们先来讲西医的治疗方式 西医的治疗方式呢 最常见如果是用药物的话 主要就是有 止氧啊 消炎 还有就是抗菌剂的使用这些 那我们中医的治疗方 辨证知道它是哪些脏器出现问题之后 整体来说我们会用中药 以及用一些鲜食或者是食疗的概念 加入在其中去改善它皮肤的状况 那如果说以常见的食材来讲的话 其实助循环 像地瓜叶这一类 有叶麦类的这些蔬菜 它是可以助循环的 更容易取得的就是生姜 那生姜它有型气助循环的效果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烧氧呢 其实跟血液循环变差有关嘛 例如说像是当归 当归是在养血跟活血 很好用的一个食材之一 然后还有是大枣 大枣也是可以养血跟 你让它去安抚一下它比较 焦躁的这个情绪 去改善它整体皮肤的状况 然后还有降低搔痒的情形 然后再来就是黄芹 黄芹呢它有补中益气的效果 那补中益气的效果 其实你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 就是它是会去照顾你的消化道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其实要保养皮肤的健康度 是必须要照顾你的消化道 另外一个补中益气 可以用到的就是西洋参 它会比较温和 然后也是有补中益气的这个效果 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干草 当你有干草出现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些所有的汉邦呢 去让它们合作 一起去处理当下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或身体最需要的状况 所以干草也是非常适合 加在各种食材里面 然后去保养身体的一个选择 在它们发生问题之前呢 就已经先避免掉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提倡的预防医学 所以要保持它们皮肤的皮毛健康呢 第一点就是要晒太阳 然后第二点就是要多运动 尽量可能就是 傍晚前一个小时带它出去 然后有晒到一点太阳 这样子其实晒个15-20分钟就够了 中老年犬的话 行走20分钟到半小时 就已经是非常充足的这个运动 各位哈虫子的粉丝大家好 我是中盟动物医院的正底线正医师 汉方健康条理日常养护期